发生两分钟 让世界听见你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让生活回到中心点 中心点这个概念呢 来自羽毛球活动 年轻的时候教练告诉我 活动进行的时候 一定要觉察自己 所处在我方场地的位置 是否处在中心点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照顾到 全局生活是一连串的发生 如果我们也能够经常处在中心点 那么感觉会不一样 对我而言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那是一种自在自然自信 平稳安顿的感觉 如何做到四个字 提供给你做参考 这四个字叫做刻意停顿 停顿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 我用现在在做什么 当我们停下来 觉察自己用现在 在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就清醒自己在做的事情 是否是有积累的 是否是有价值的 这是第一点 要觉察用现在在做什么 第二个提问 可以问自己 此时此刻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时我们一直在做事情 跟着流一直在走 忘记自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忘了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 所以停下来 看看自己做的事情 是否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 找到最重要的话呢 再调整一下 问自己第三个问题 好 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刻 有三个方向 可以考虑要怎么做呢 第一 我是要停下来 第二 或者是我要继续 第三 我要改变 一旦我们有不一样的选择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处理事情的话 会比较有智慧提供给你做参考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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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